上个月22号,大马教育文凭SPM考生迎来了新常态下的第一场政府考试 昨天超过4万1千名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PM考生也开始上考场了 教育部高级部长德穆浩莫拉兹今早巡视考场时表示 很欣慰看到考生们都跟足防疫规定 看来已经是适应了在新常态下的考试 穆浩莫拉兹也表示事实证明了 透过线上系统来批改大马教育文凭试卷是可行的 教育部也会探讨利用相同的方式来批改大马高级教育文凭试卷 教育文凭试卷